整體的消息 你歡迎在北調區 臨時會 剛才新疑剛才簽證的 ECFA議員 國民黨也提議 將《二代憲報》上官的法案也派進去 不過民間團體是批評 《二代憲報》作案當中 也有25條是有政議的 條約也都還沒有共識 若是首要在臨時會和ECFA 作回來通報表官 根本就是荒野差要嚇去走 政議不斷的《二代憲報》發出案 到這種要報發去付這25條條文 連提案委員會都沒有共識 若果這段立憲報 7號的臨時會 《二代憲報》上官法案 可能會派進議長來討論 甚至表官 民間團隊給予 這根本太過了 到目前為止沒有協商 民間團體這次 《二代憲報》發出案 5月份退出後 到資金 條約也不進行協商 就要趕緊表官 很親切 《二代憲報》的國民黨立委 表示 其實《二代憲報》的政議太大 連當然都不一定有共識 不知你們是會 交付表官 也要先進行《二代憲報》協商 因為我們幾次黨政協商 就因為沒辦法有共識 所以一直卡住 所以一直也沒辦法 去找民進黨來協商 我在說 李主委 嘿嘿 可以實際 討論這個 《二代憲報》就好 《二代憲報》在《二代憲報》 不希望《二代憲報》 討論《二代憲報》 《二代憲報》 所以《二代憲報》 《二代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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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憲報》